高阳公主正为如何去挽回遍际而感到苦恼时 绿帽侠老公房一爱从门外捏手捏脚的进来了 看见高阳闷闷不乐 于是便主动上前去安慰 并表示自己为高阳可以做任何事情 当高阳把遍际一心向佛的事告诉给房一爱后 他心里瞬间有了主意 当然前提是给自己的官职在网上提升下 男人总是要有报复 比如说我的报复 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坐上一品票棋大将军的位置 如果真能实现的话 我就是死也值啊 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高阳一听就知道房一爱在打什么算盘 并问他能为自己做什么 我可以说服边际 让他放弃竞争坠闻大德九人的机会 重新回到丽山的草案里过隐居的生活 你有把握 我可以试试看 那么好吧 那我的一品票棋大将军 不得不说房一爱也是个人精 既然没有办法得到你 那就利用皇上对你的宠爱 把自己的官职提升到极致 制成之后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谢公主 得到高阳的肯定后 房一爱立马来到净土寺找到术界主持 并威逼利诱他将变机的底细抖落了出来 在得知变机是曾经玄武门守将宗将军的儿子后 房一爱彻底飘了 兴冲冲的就来找大哥房一值分享这一好消息 变机是贞观前镇守玄武门的宗将军之子 他父亲是被满门抄斩的 无论如何变机是最沉之后是该处死的 房一值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因为变机是最沉之后的事情他早已经知道 这下房一爱彻底懵了 他表示既然大哥你早已知道变机的底细 为什么不把事情告诉我了 房一值自然知道自己的弟弟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他当然不会给任何人透露变机的底细 包括自己的亲弟弟 不得不说房一值还是一个证人君子 可他弟弟房一爱就没有他哥的那份心胸了 有了变机是最沉之后的把柄 他转身就以此来要挟高阳为他生个儿子 我要你 我要你给我生个儿子 房一爱 你别蹬鼻子上脸 你要我 你要我给你生儿子 你不撒泼尿罩着